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截止至2014年 安哥拉以探明的石油出量 有131亿桶钻石石亿克拉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2年达到了7045美元 数据上看不算穷国了 但根据非洲进步小组发布 2014年度非洲进步报告显示 安哥拉贫困人口约830万 占总人口的40% 也就难怪有人说 他是一个踩着石油 钻石睡觉的酒果 安哥拉的由来 1475年 葡萄牙人迪奥哥康 怀着重构亚欧商道 打破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垄断的梦想 扬翻起航沿西非大陆而去 但现实是残酷的 海上的风浪变幻莫测 直接让迪奥哥康的船队 支部于了西非大陆的安哥拉地区 出于将功补过 以及将自己的航行价值最大化的考虑 迪奥哥康决定 将安哥拉地区收归葡萄牙 而由于当时的安哥拉部落都远遵一个叫刚果王国的政权 出于避免大规模冲突的考虑 迪奥哥康借刚果王国 葡萄牙相互派遣外交官的机会 试探了刚果王国对安哥拉地区的统治意向 在试探过程中 刚果王国表现出了对安哥拉这种未开发土地的无所谓态度 于是迪奥哥康决定 开始控制安哥拉 为 此他主持和建议在安哥拉的沿海地区 修建了罗安达 奔吉拉两座堡垒 并以和平共处的态度 获得了当地土著部落的认同 可能是真的无所谓 在葡萄牙人的侵略行为面前 安哥拉的宗主国刚果王国 并没有表现出强劲的态度 以及必要的军事行动 而是选择跟葡萄牙和平相对 在相处之中 部分当国官员 为让自己发家致富 选择跟葡萄牙人狼狈为奸 积极地为葡萄牙攻击